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 全球经济压力与旅行限制的双重冲击之下 航空业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作为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业公司 波音公司不仅关闭了大部分的工厂 而且股价暴跌也超过了七成 就连股神巴菲特也因为抄底 抄错了航空股损失惨重 过去两个月 作为世界高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波音公司走到了危险时刻 股价暴跌七成 作为世界最大的航天器制造商 波音公司与欧洲空客 瓜分全球民航飞机市场 波音旗下雇佣10万人 每年70%的收入 会转移给超过17000家供应商 间接养活了上千万人 而新冠疫情之下 各国航空业一片惨淡 甲方口袋里没钱 乙方也不好过 各家航空公司接连取消订单 目前波音正在寻求6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救助 同时还宣布将暂停向股东派发股息 直到另行通知 在这个危机又敏感的时刻 最擅长在企业穷途末路时 入市的股神巴菲特 在2月27日美股大跌时 宣布超低买入航空股 以美股46美元 买入了97的6万股达美航空 股神的加持 并未能阻止航空股一路下跌 Zenite买入之后 短短一个月股价惨遭腰斩 巴菲特在4月2号 以美股22美元 完成减值1300万股达美航空 抄底这一笔 亏损约为2300万美元 同时巴菲特还减值了 跌于230万股西南航空 也是损失惨重 从买入到减值 仅仅33天 股神就选择了割肉 从波音的困境 到巴菲特的折戟 折射的是全球航空业 在疫情中遭受的重创 面对新冠疫情 所有航空公司 都难以独善其身